这样这个辣椒鸡肉就是干的 泡椒鸡肉就是汤的 这个是什么? 葱啊? 辣椒仔的猫 很冷啊 哇,芝麻和辣椒粉 好像跟上次那个味道一样的哦 还是很红哦 汤的看起来适应很多 哇 哈啰 你几黑啊 郑明你几黑啊 调光点兄弟 你黑而已 哈啰大家好,我是美红 我是姨 为什么我们要买牛奶呢? 因为那个鬼叫拉面又回来了 而且今次还推出了两个口味 所以我就去买这个牛奶回来 Dust Daddy 要找我们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之前Dust Daddy有来我的影片留言哦 哈哈哈哈 真的是有点怕啦我 因为那时吃了过后啊 上了四天的吃醋 很高兴 所以今次我打算就不要吃碗啦 西餐了后 然后喝些牛奶 去垫下那个胃 刚才我也吃了东西 去垫垫底 不要那么伤到那个胃啊 好低啊 爹爹好伤胖啊 哈哈哈哈 OK,现在我们就回家 然后再来试试那个拉面 要快一点 那一句我看到了咯 我一句咧 哈哈哈哈 OK 就算是两杯拉面啊 上一次我们吃什么口味了啊 忘记了吗 不好意思 我们不重要 OK,现在它就是有两个口味了 一个是Spicy Chicken Spicy Chicken很合你 你啊 你啊,辣鸡啊 你啊,辣鸡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 Chimichi Chimichi 然后也是一样啊 它在7-11先订罢了 好像到11月的头就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蛮恐怖一下 打电话都来拍了 你有view不错 没错 哈哈哈哈 这样这个Spicy Chicken 就是干的 Chimichi就是汤的 你死了 哈哈哈哈 我老了笑了 哦 我误会了 它这个是没有这么辣的辣面 我还是便宜啊 慢咯 哈哈哈哈 这个的话就不是鬼叫来的啊 这个不知道什么叫 我猜一下它是什么辣椒 它其实叫做哈温娜辣椒来的 西班牙语就是哈巴尼诺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杀的名字 白色鸡蛋 哇哦 好像很顶的哦 意义都是 但是它的辣度哦 这里写是35万的辣度 所以应该我看得完 它那边就是写到哦 35万辣度而已 Post paper 就是它上面的百万辣度 所以我觉得 不用一路啊 我买一杯我都不在乎 所以他们两杯咯 而且薄了 OK,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里面是怎样的啦 看看是不是也是黑色的面 今次应该不是黑色的面 OK,它就是有一个茶 然后有一包配料 然后还有一个辣酱 找了一包辣椒 这样 OK,这个是Kimchi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白色鸡蛋了 哎呦 今次有配料了哦 上次那个卖5块9也是没有配料的哦 OK,现在我们就来下这个调味料 还有它的蔬菜煲 要灭这个 葱 哇,酒仔的猫 上次的味道还是很亢笑 哎呦 我在说哦 可能是这个汤的就比较浓一点 然后就加热水先 猫猫 哈哈哈哈 这个加多一点水也不怕 我们来给一个比较美 给它啦 它的包装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沙山力啦 OK,我们先等到三分钟 等下再回来看啦 OK,我们把它配料放进去 什么来的配料 哇,芝麻加辣椒粉 都高辣的啦 有那么多辣椒粉 搂啊搂 这好像跟上次那个味道一样的哦 还是很红哦 汤的看起来吸引很多哦 好强哦 热水看起来有没有那么烘烘 它这样看上去就感觉干了很恐怖 汤的好像就比较温和一点点 然后干的这个味道 好像很重那个BBQ的味道 已经讲了是很像那个Ghost Pepper的 我忘记了那个Ghost Pepper什么味道 哈哈哈哈 那个Cimci美 Cimci就是Cimci美咯 来,没那么辣的咯 OK,在吃之前啦 Dust Daddy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要垫下我的胃先 信仰我来给你 主要我觉得就不是用牛奶来解辣啦 主要我觉得就不是用牛奶来解辣啦 只是给它那个味啊有一点饱腹 OK,给你一试先 不要客气啦 大家很爽 来啊 有没有那个金融 没那么坑哦 哦,没那么坑 没那么坑 来啦 烂热不要吃啦 3,4,5万应该 OK 不辣 不成哦 哎,要死了 哈哈哈哈 它的辣来到还蛮快一下 但是感觉就是还可以顶个肾这样 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面 它太多芝麻了 没有调味更黄的啊 没有那个人吃嘛 这个看个人喜欢啊 有人比较喜欢吃芝麻的 就会 增多 我不喜欢 这个我也是不喜欢 哇,它很小哦 那有腥 辣度的话它和韩国辣面成二的差不多吧 我觉得 但是这个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它的口感 味道的话还OK 只是一直淡淡都吃到芝麻 不是那么爽 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吃芝麻 但是很辣一下 吃这个 没那么辣 没那么辣 感觉就不是那么辣 刚才那个就来得很快 这个的话感觉就不是那么辣 可能它是汤的关系啊 就没有浓缩在一起 那都应该是韩国辣面 我会比较喜欢吃这个 两个酱香比较 其实味道是这个比较好吃一点 但是放了那个配料 就不是那么好吃 口感上因为我们不爱吃芝麻 所以就显得这个 Kimchi会比较好吃 我觉得上次的Ghost Pepper比较好吃一点 虽然它是很辣 哇 但是两杯我觉得我吃不下 乙义已经out了 它顶不及了 因为乙义的味就不是那么好啊 然后就试吃一点点就好 如果这个喝买汤应该会很刺激 我们就是没有怎样喝汤 吃太好了 它的辣是还可以顶得顺的 只是我就不是那么喜欢吃Kimchi 所以我就吃到比较慢一点 口感上的话 这个Kimchi的会比较丰富一点 它就是有那些葱吃起来就蛮爽 就是吃完了 这个的话还有很多一下 整体来讲味道的话还算可以 辣度的话大概就是韩国辣面成二罢了 到现在我是都还没有喝过水 所以总可以讲也OK啦 Ghost Paper那个完全就是讲不到话 那时吃完只是一直想泵水 本来我以为它也是Ghost Paper来的 做一个新口味吧 然后又不是我 这个的话就还好啦 但是这个干的我真的是吃不下 我不喜欢那个芝麻的口感 太多了 这样十分满分的话 这个我会给五分 就是普通吧 它没有讲到很好吃 就算之前的Ghost Paper是很辣 但是它起码都是味道很好很好吃的 这两个口味都是普普通通吧 好像一般的泡面这样吧 没有什么特别 五分是这个 这个的话 尬了芝麻三分 真的是不喜欢吃 这个辣度啊对大家来讲 它应该是蛮普通的 我都顶得及 那些Ghost Paper的人家都讲不辣 爽 各位 气心 OK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去我的FB和IG看看 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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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让你们试试看 哎呀 嘻嘻 不是很辣 算了 我们也要喝点奶了 Dust Lady 好喝吗 Dust Lady的好喝吗 Dust Lady的好喝吗 好喝吗 对 好喝吗 好喝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